好,那我現在呢做了一個熱氣球在鄉間小路上面飄 那這一個東西就是做法呢就是先找一張背景圖 但是這背景圖呢貼到一個平面上 然後讓你的相機對著那個平面照 那接下來呢你就放一個球 然後放一個立方體 然後呢放幾個圓柱把它拉得很細 就變這樣 那立方體上面給它貼那個籃子的圖 OK,籃子材質的圖 那球就給它設粉紅色 那看一下我們的設計的畫面 大概是這樣 那這一個是球 然後呢這邊是籃子 籃子然後有幾個柱 幾個那個圓柱 然後這裡放一個燈 燈射太陽 射成太陽 對著這一個球 紫色 大概是這樣 那你就會看到像這樣的結果 但是這樣的結果其實還不夠好對不對 因為你會覺得某種程度怪怪的 什麼地方怪怪 如果你美工比較要求的話 你會覺得這樣好像怪怪的 原因是沒有影子 太陽照到這裡 這裡應該要有影子 沒有影子怎麼處理呢 各位各位想一個辦法 一個方法是說 我在這邊貼一個假的平面 而且是看不到的 然後呢 我讓它可以接收這些物體的影子 那雖然它看不到 但是影子看不到 那就會造成在這邊投射出一個影子 ok 這樣你的 做出來的動畫就會 呃 品質會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做完這一個物品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動畫 我來試一下 我們把這個先切為單一四川模式 好 那我現在這個熱氣球在這裡 我先切到警示角 ok 好 現在我的相機在這裡 我的熱氣球在這裡 我的平面應該在這裡 我想讓熱氣球從這裡飛到這裡的話 怎麼做 那首先呢 呃 我可能要先設一下父子關係 我要先設一下父子關係 在這裡應該 誰是父親誰是兒子 我覺得 用球當父親也可以 用籃子當父親也可以 看你覺得哪一個 好 那我就 設好 先設 選這個 然後跟它 我按Ctrl P 好 set parent to object 好 那 tip 這樣子 然後這四根呢 每一根我也都跟它做 Ctrl P就好 那這樣我拉動的時候 我就去拉那個球 我不要去拉籃子 好 好 這樣子 我 我要移動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我們看一下 試試看 我按G OK 整個都有跟著移動 好 那我就可以回到我們頂四角上面 好 我現在希望說我們的球呢 是從這邊飄過去的 好 那我們就讓球先開始從這裡 好 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先按一下折看看 哇 太高了喔 所以我們想說讓它低一點 太高了 好 稍微 把它降低一點 不小心按到刪除了 我們稍微把它降低一點 好 OK 就從這邊開始消好了 那 我就按I 好 Insert Location Scale 其實我只要 以這個而言 我只要 Insert Location就可以了 這樣 也比較不會那麼多線 好 OK 那從這裡我們再選頂四角 然後開始呢 到 60的地方 好 到 60 60 60 的地方 然後呢 我把它拉過來 然後到這裡 好 那Insert也是Location 對 到80的地方 到80的地方 我把它拉過來 到這裡 這樣你可以用Animation Mode 稍微看一下 它的結果 那如果要修改也可以在Animation Mode 然後我們去修改 好 那回到Deport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果 OK 它現在有在飄 那問題是這樣飄好不好呢 我也不知道 看一下 OK 這好像比例怪怪對不對 但是我沒有縮小啊 但是我沒有縮小啊 只是因為那個平面的距離是 沒有立體感 所以會有個怪怪的地方 然後沒關係 我們跑一下動畫 試試看 好 那我來跑一下動畫 那我就跑到 總共跑到80 好 那所以這個如果在 在跑動畫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它的那個比例 OK Animation 50% 應該可以了 好 那我這邊 我讓它 輸出到 好 輸出到這邊 再次輸出回這裡 好 叫Broom Bly 就這樣吧 就輸出到這個資料起來就好 好 OK 那 好 我們選擇 AVI BPEG 好 他 好好看 OK动得很慢 那待会跑完再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可以继续做需要做的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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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